天气预报说我们这边明天又要有雷震雨要变天了 刚好那一大包泥炭土呢也已经曝晒了两天 也晒得差不多了可以给它收起来了 等一会收完了以后呢我要将露台清理一下 因为等一会还有一个大工程要忙呢 经过曝晒的土已经变得是十分十分的蓬松了 原先一个袋子就可以装下全部 那么现在至少要两个这样大的袋子 而且用手抓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十分不明智的选择 还是要借助工具 不然的话要抓到天黑也抓不完 其实有还有说买过来的泥炭土可以不用晒直接用的 那我以前呢也是直接用的 因为买过来没多久就可以把它用完了 但是这次实在买的有一点多啊 那么如果长时间的放置在那里不用的话 嗯 再闷在袋子里面很有可能发霉 所以我就给它曝晒处理一下 但是我的露台面积有限 晒土就不能给这些盆里面的花花给浇水了 所以无花果也好还是茉莉花也好 土都已经干的透透的了 但是这些都还好 茉莉花本身就是比较耐晒的了 呃 唯独我的这一颗蓝雪花 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它是用水来保命的 如果缺水的话 两天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呃 满满的两大袋 等一下还要费力气给它拖到储藏室里面去 哎 养花本身就是一个体力活儿 就是每天不停的在收拾 不停的在打扫 不停的在折腾 呃 这个露台上面看着面积不大 其实 呃 来来回回已经折腾过好多次了 最终 嗯 那个栽西红柿的几个泡沫箱 呃 早就打算把它们给换掉了 但是 可能要拖到下下个月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工程了 新买了一大箱的种植箱 等一会儿 要一块一块的将它们拼装起来 拼装好以后 应该长度是一米二左右 宽度呢 是78左右 深呢 应该是40左右 呃 本来 嗯 是想着到七八月份再买的 但是刚好呢 趁着这个活动就先存一个到家里 是想把我这个防腐木围成的菜园 要将它置换掉 呃 这个里面的土呢 可能要扔掉一大半 主要原因呢 还是因为当时用这个防腐木围菜园的时候 没有在这个土的下方呀 垫防水层 那么土呢 是贴着这个瓷砖的 所以时间久了以后 我是担心它下面一个渗水的问题 所以还是要把它换掉 呃 这个想法其实已经是想了很久了 那么嗯 感觉现在必须要去实行 呃 时间拖得越久 可能这个隐患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嗯 其实啊 这个栅栏围起来 种菜也种不了太多的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乐此不彼 呃 自己绝大部分的闲暇时间 几乎都是用在了这个露台上面 而且呢 还是乐此不彼 乐在其中 呃 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呢 好看是